朋友们好,我们接着来做竖屏的这个节目吧 因为横屏现在还没有正常起来 我早上给朋友们分享的就是乌克兰南部的 他们新组建的一个旅,第31旅啊 他们收复了就是在 大诺沃西尔卡那个轴线的一个小村子 叫诺夫利皮尔 那个小村子的那个横屏视频啊,那里头没有我任何的发言 只是把好几个视频剪接到一起去了 配了一个宋祖英的一首歌,叫好日子 就发了差不多两三个小时了,现在还没有通过审核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能够通过审核 但是通常看来还是竖屏的还是好一些,现在很多人都在做竖屏的视频 那我们呢就继续吧,反正不是为了赚钱吧 竖屏不给钱就不给钱 横屏给钱它也是一两分一两分的给,非常非常小气 本来我在这得不得得不得得不得的,也不是为了钱嘛 现在我的所有的平台都没有任何的收入 我也是拒绝所有朋友们的打赏 不要给我打赏 要打赏,打赏给其他的博主 我的日子过得还挺好的 我可能挣得比你们给我打赏的 那些朋友们,比你们挣得还多一些 日子过得比你们还滋润一些 好,那我们接着来说乌克兰战场吧 战场呢,现在战线往前又稍微推进了一点 各条战线都推进了一点 包括巴克莫特啊,包括 扎布罗瑞啊,包括赫尔村都往前推进了 但是呢,就是乌克兰政府他们往外发布消息比较晚一些 今天他们确认的一个消息 唯一的一个就是诺沃西皮尔 那个小村子被收复了 那是乌克兰第31旅 他们给收复的 就是比较比较热闹 另外就是在赫尔村方向的 安顿尼夫斯基那个大桥 对面好像建了个桥头堡 又往前继续推进 把敌人的这个堡垒给打破了 亲俄的一些 电报群的博主他们说 叫 奥尔西尔,还是叫什么,前面有个小村子 那个地方的俄军也快顶不住了 因为他们的主力都抽到 那个扎布罗瑞去了嘛 赫尔村现在兵力相对来说比较空虚 如果这个地方有所突破,重武器运过去之后 就从侧背,然后打 格拉西莫夫的迪西部队第58集团军啊 那可能对扎布罗瑞那边 就能够形成前行攻势 然后呢,我们就能够看到更热闹的场景 当然对克里米亚半岛也能够施加相当大的压力嘛 这整个乌克兰的旗就活起来了 而且越来越活 说完乌克兰,我们也来聊一聊瓦格纳吧 瓦格纳这场戏现在呢,没有完全谢幕 好像现在隐隐的第二集要开始了 什么迹象呢 现在就是邵逸谷又出来了 他呢,就是到俄罗斯的西部军区去视察 照样还是内身形透 照样还是俄罗斯联邦 国防部部长的内身打扮 那个派头 现在看来就是,玻尿酸不一定会履行 他对普里格金的承诺 就是把格拉西莫夫跟 邵逸谷从他们那个军头的位置上给撸下来 我觉得对他来说也是相当难的 毕竟这两个人特别特别听他的话 可以说现在在俄军高层里头最听话的就这两个人了 他把他们如果撸下去 那整个玻尿酸可能就没有任何的倚重了 现在他已经知道就是 瓦格纳 普里格金已经困制不住了嘛 说到普里格金呢,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有的说法说普里格金他夺取了俄军的一个核武库 拿了几个核弹头 那些核弹头他装到 一些大炮上,或者弄到飞机上 他稍微改造改造,他就能够发射 用不着你在那里头 莫斯科 按什么核按钮,用不着,他想弄就弄了 另外就是他现在站的那些军事基地 还有一些机场啊等等的 他并没有交还给俄罗斯国防军 跟当地政府去管理 这也是一个比较微妙的一个情况 另外就是白俄罗斯方向 好像也传出很多很多的消息 说是白俄罗斯 明斯克郊区有一个酒店里头 说那里头 就是 普里格金在倒时差 因为前段时间一直指挥打仗 他一直没睡觉 两三天都没睡觉 在睡觉的,说窗户拉得严严的 然后呢,我们又看到法广 他们呢,就是写了一篇文章 说普里格金啊,你如果去 到明斯克 就是白俄罗斯 如果以流放的这种方式 在那地方生活 你要小心,千万不要靠近窗户 你要知道 就是从2022年2月24日到现在 俄罗斯有很多很多的寡头 那些都是实力相当的寻厚 有相当 这个 广的人脉 跟情报来源 但是呢,他们并没有避免自己 从窗户里吊下去 有的从医院的窗户里吊下去 有的从自己家的窗户里吊下去 有的呢,是从酒店的窗户里吊下去 人很多很多 就是以后可能普里格金 他得小心点了 另外,今天我又看到一个新的消息 就是白俄罗斯现在正在建设一个 能够容纳八千人的军营 据说 就是给瓦格纳他们的新的部队 给他们建的 瓦格纳部队的命运啊 波尿三给他们指了两条路嘛 一条是没有参加 这个就是普里格金 闹事的 那些人 他们要加入国防军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没下门了 我估计另外一个就剩下那些人参加了 这个普里格金的 所谓的特殊军事行动的 那些人可能要到 白俄罗斯去 这样呢,就由 西方的一些媒体 他们呢,就说是 这个普里格金可能从白俄罗斯 再演一场2022年2月24日 兵为基辅的 那个场景,说让基辅小心点 这时候呢,基辅的高官他们回应说 我们不怕 就让他来吧 只要他们从白俄罗斯方向进攻 来多少,死多少,肯定就是自杀 人家那个地方也不是说是 没有任何的兵力部署 而且呢,很多的桥梁都是 被炸弹的状态,也没有修起来 而且步了很多很多的地雷 就是,普里格金带着八千人来 嘿嘿,你想想 这个乌克兰可不是俄罗斯啊 乌克兰人恨普里格金 恨得牙根痒痒,恨不得 请其皮,食其肉啊 为什么呢,因为普里格金 在巴克木特,波帕斯呢,打的时候 杀了很多很多的乌克兰人啊 虽然最后在巴克木特 战役的末期,他跟 这个乌克兰的军队啊 乌克兰第93旅啊,等等的 有一些末期,就是让给他 然后他完全占领那个城市之后 然后他就退走了 虽然有一些默契,但是这种仇恨 不太容易 这个 消除掉的 普里格金他喜欢打什么仗呢 其实他喜欢打的仗,跟俄罗斯正规军 喜欢打的仗是一模一样的 世界上任何一个军队都喜欢打那样的仗 就是说,一路上不要有任何的反抗 让我长驱直入,这是他喜欢做的事情 这个的基础呢,就是首先有民意基础 就是路上的老百姓不捣乱 不给你扔那个燃烧瓶 一路上的警察部队啊,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武装的 也或者默认,或者配合你给你提供给养 给你加油 给你给吃的,给喝的 然后给你指路当向导 你就能够快快的形成一些突破 再一个就是说,即使这两个都没有 你有一定的战役突然性 就像2022年2月24日 俄罗斯突然从北方入侵乌克兰一样的 他非常非常的突然 乌克兰完全没有想到 因为这毕竟是21世纪了嘛 谁还能够想到一个大国 对另外一个大国 动用那么大的动静的武装力量 搞所谓的特殊军事行动 要推翻人家的合法政府 所以就是,他们没想到嘛 所以就是有了那个 兵为基辅的那么个场面 但是呢,那个收场也是非常非常的丢人的 其实他们从基辅军那时候 剥尿酸,他的这个威望就已经开始崩塌了 他的威望是一点一点一点的被人给 剥掉的 崩塌掉的 后来呢,就是乌克兰人收回蛇岛 乌克兰人收回哈尔科夫 乌克兰人收回赫尔松城 这些呢,都是对他的威望形成的打击 另外就是乌克兰一辆坦克一辆坦克的消灭他们 一个人一个人的杀他们的士兵 这都对玻尿酸的这个威望 打击相当相当大的 本来玻尿酸想利用这次这个战争啊 对西方形成一些打击 原来他不是说是北约老死亡了嘛 结果让他打着北约完全给火起来了 北约呢,又迎接了很多很有实力的新的成员 芬兰已经成为新的成员了,瑞典也很快就成了 即使瑞典加入的这个过程慢一些 但是瑞典实力相当的强 瑞典跟西方,就是北约的这个关系 那也就跟进取差不多少了吧 现在据说瑞典又要接收很多先进的F35等等的飞机嘛 战机嘛 然后把他们的那个更多的F16腾出来交给乌克兰 所以以后这个乌克兰就是更强了 我们不是再说这个普里格金嘛,我们回头继续说他吧 就是普里格金他想打的仗,就是顺风顺水的仗 他不喜欢打巴赫木特那样的仗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要从巴赫木特撤出去 那他如果从北面白俄罗斯进军的话 那他等于又打一场 就是类似巴赫木特那样的仗 在基辅北面的,也许他能攻进这个边境,在基辅北面的某一个小镇 可能把他的这个八千人也都全部给消耗着干干净净的 而且呢,白俄罗斯也承担着很大的风险 这个是 乌克兰人杀魂眼了,如果把瓦格纳给杀败了 可能一气就打到白俄罗斯进去了 前不久,瓦格纳在进行武装讨薪的过程当中呢 白俄罗斯很多的这个势力,包括 坎里诺夫斯基营,就很多的这个营,那些都跟瓦格纳熬战过 都是圣经百战的 这个将士,人家也有好几千人,上万人了 那些人就准备扑向白俄罗斯,但是呢,乌克兰政府给押出来 说别动,别动,我们按原计划,这么去走 所以,我们不用担心 乌克兰政府既然不担心,就是说 瓦格纳从北面来进攻基辅 我们这些看客就更不用担心了 我们好好看戏就行了 接下来还有很多很多的戏,我们接着看就行了 爆米花可能还是会脱销 好,谢谢朋友们,再见,拜拜